本周的共和党大会第一晚开场不到10分钟 就有嘉宾提到了中国 但是第一天的活动上没有具体阐述对华政策 而是在第二天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视频讲话中 回顾了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成就 除了国务卿蓬佩奥之外 也有多位嘉宾点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只有特朗普能够扭转中国的行为 实施强硬的对华政策应对中国的威胁 是本届共和党大会强调的重点之一 另外在周三的晚上 另一位对华鹰派的重点人物也将登场 他就是来自田纳西州的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 布莱克本担任联邦参议员的时间不长 但是在对华政策方面已经有系统的主张 我有一个白纸 你会对中国的关系 他在5G网络安全 知识产权盗窃 保护美国的产业供应链 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以及香港台湾等问题上都表现出强硬的姿态 布莱克本很可能再次提到中国问题 并且重申共和党的主张 另外在周三的晚上 大家关注的重点无疑是副总统彭斯 他是特朗普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关键人物 也是最早提出美国需要全面应对中国威胁的官员之一 另外在周四的晚上 美国国会对华最强硬的声音之一来自阿肯瑟州的参议员柯顿也将登场 他因为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而被中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 柯顿也曾指责中国在新冠疫情问题上说谎 并敦促美国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当然整个共和党大会关注的焦点 依然是特朗普在周四晚发表的演说 他将提出哪些和中国相关的议题 又会表达什么样的主张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会持续关注 感谢观看